委員跟得質詢 學到時間30分鐘 我們這個國家的經濟 可以說持續一直都拉不起來 可以說我們的社會真的是病 不管是對的政策也好 不對的也好 從最近 因為到立法院來了十幾年的時間 幾個例子來說 說這個高速公路繼承收費的問題 其實在每一屆 在我們委員會也好 在院會甚至於說 做成結議 凍結預算 要交通部去執行這個高速公路 國道要繼承收費 結果現在交通部 擬定了這個繼承收費的一個方案 收到委員會大家都有意見 不管是難的 也是為了少部分人 為了少部分的民意 做民粹的這樣子的一個憋格 我不曉得我們社會真的是病啊 所有的政策是我們委員 我們自己委員會做的決議 宴會做了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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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算的保留 要交通部提出這個 繼承收費的辦法 結果搞 我也搞不懂這個收費怎麼病啊 這個另外 現在陳委員報告 交通部還非常體貼的想出 免費裏程的一些設計 免費裏程這個都配套都可以執行 但是問題現在委員就是 我們委員大家討論的結果 有很多委員都提出 反對這個繼承收費的一個執行 我就覺得我不曉得我們社會 我們立法院什麼時候變成民粹的舞台啊 所以說這個部分啊 南立的對立啊 包括老百姓呢 跟著起舞 然後造成呢 產生這個我們的社會仇恨的 這種仇恨的這樣子的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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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環境 所以說 這個內耗 內耗對我們國家發展的動力啊 非常不健康 整個齁 整個影響的 讓國家停滯不前啊 是 所以說齁 院長我要從這個問題上面齁 來 就教一下我們陳院長齁 就是 陳水扁的保外就醫 到底是齁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到底他 保外就醫的要件齁 符不符合 跟陳委員報告齁 這個保外醫治齁 法律名的保外醫治齁 好啦 因為這個很多委員也問過啦 就是不符合 這個我們法務部也很明確的說明 就是說不符合 這個保外就醫的這個要件嘛 這個我也看過 媒體上也沒常在講 但是齁 從另外一個思考的方向齁 我想齁 這個 院長應該都很了解齁 這個在民主法治國家齁 齁 這個 前任的國家領導人啊 經過特色的 齁 有美國的尼克森 韓國的盧太宜 齁 包括 這個錢斗飯齁齁 都是之後啊 都是用特色的方式來辦理 但是 一定是要有條件的特色 必須要具備這個特色的過程 所以說呢 所以說院長齁 我在此呢 就針對齁 在韓國齁 就是 在一九九七年齁 一九九七年的時候 金大宗當選總統之後呢 他主動的 去 會見了這個當時的 他當選以後 去會見當時的這個總統金永山 然後透過呢 政黨的協商方式 透過政黨的協商方式 來達成共識呢 同意為呢 擬跡國家的一個團結和諧的這一股力量 共渡韓國在一九九七年的經濟南關 所以說 這個部分呢 化解了政黨的對立 包括社會的對立 全民攜手呢 來創造韓國今天的經濟成果 你看看 然後我們 反觀我們的情形 所以說今天呢 韓國之後 也是因為在 有條件的政黨協商 有條件的政黨協商 但是 就是必須要由 涉案的 他的政黨提出來 怎麼樣來要求政黨協商 我們化解 政黨對立 社會對立的 這樣子的一個仇事的 這個環境 然後全民來拼經濟 所以說如果說 如果說 如果說 院長 如果說民進黨願意提出來說 用政黨協商的方式 你看這個看法 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跟陳委員報告 保衛就遇到監獄行刑法 但是如果說 要這種特色的話 就牽涉到赦免法的運用 那赦免法其實是總統的職權 對我知道 當然是總統的職權 所以說 我只是說 針對這樣子的 韓國所走過的 包括美國 尼克森總統的一個特色 一樣的情形 所以說 當然今天 我也搞不清楚 民進黨到底是希望 阿扁放出來 還是希望阿扁繼續關在裡面 所以說 這種情形 是不是說 我們國民黨 如果可以執政黨 可以考量到整體社會的和諧 國家經濟 共同來拼經濟的一個方向 在這個原則之下 我們希望我們國家 能夠持續的 在經濟上能夠成長 如果在這個 當然前提是要民進黨願意 願意說 為阿扁的一個特色 來政黨協商 由他們提出來 如果他們提出來的話 院長你認為這個方向可不可行 我覺得其實 因為赦免法也是牽涉所有的人犯 再接人犯 而不是只有特定 我講特色 特色 韓國 尼克森 美國一樣特色 單一個人 所以說 特色是指 單一特色的對象 那 我講 是不是 如果在 為了 如果從過去 韓國在1997年的一個狀況 總是 大家能夠站在一個化解朝野對立的立場 不要讓民進黨 我也不曉得 民進黨到底今天是希望阿扁關起來還是繼續 還是放出來 所以說這個問題阿 我希望說 如果民進黨願立 我個人建立院長 是 可以 見請總統 見請總統 是不是 可以考慮 以特色的方式 來 赦免 陳水扁 但是這個是要有條件的 譬如說 韓國 他 怎麼樣在一個 這個 幾點的一個條件下 來特色他 他不參加政治活動 他以後怎麼樣 這幾點 政黨 怎麼樣來 來 配合來協商 院長你認為說 如果民進黨 願意說 提出這樣子的協商方式 我們 執政黨 可以來考慮嗎 我想陳委員剛才把這個前提要件都解釋得非常清楚 我不需要再多做任何的解釋 我是請教一下院長你的看法 我覺得當然是很多委員都表示過 這樣的話 在陳委員剛才講的條件下 是可以 讓這個對立的氣氛能夠和緩 要不然現在行政院提出任何的政策 有影響到少部分人 是一個國家 對的一個政策 都不一定會受到 等於朝野對立的立場 都會造成很大的一個 批判和這個障礙 所以說推動起來 整個國家經濟就 障礙就蠻多的 所以說 院長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個人的看法 既然韓國在一九九七年 有這樣子的先例 也創造了他們韓國的經濟成果 我個人的看法 是不是說 在有條件的 而且前提是民進黨要提出來政黨協商的 這個前提下 是不是可以考量 是不是說 院長 可以齁 因為在 院長的高度 是不是可以跟 我為了國家經濟的發展 可以考量 往這個方向來走 這個院長我只是建議 院長你有沒有答應 SNO我也不曉得 也聽不出答案來 因為院長這個也不是你的前例 但是我要聽你的看法 你也不敢講出你的看法 都不是我跟陳委員報告 因為涉免法裡面 是總統的角色 甚至有法務部的角色 都沒有院長的角色 這是涉免法的規定 所以在法律上 法務部是行政院下的法務部 院長你不要老實 就是涉免法就是很特別 把院長做小了 不是涉免法很特別 部長我只是針對我個人的看法 和整個過去民主國家的社會環境 有這樣子的權利 我們是不是 這個為了 不要製造整個仇視的一個社會 政治環境的對立 這樣子朝這個方向 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思考 這個院長我這個問題就問到這裡 另外 那個部長你請回 請回回座 另外就是 院長針對這個行政院 推動經濟動能推升方案 即使 院長 針對 針對 現在航空城的計畫 有很多人講說 這個航空城是 這個 從一開始 一開始 推動航空城的這個 國際機場發展特別條例 一開始推動這個的時候 是因為說 當然我是站在一個 當然是最重要是站在一個國家發展的一個方向 對 你看看 不要說全世界 在亞洲幾個國家 我們桃園機場 跟哪個機場可以比的 對不對 當然是在整個 發展這個 這個航空業的 這個 這個環境 是在70年代之後 後70年代 跟80年代 發展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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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航空業 當然我們在60年代 建設的這個機場 當然 沒有得比啊 那整個 對外的一個 快速變捷 整個 全球化的 連結 接軌 當然就是 靠 靠航空業啊 所以說 我們已經慢了 從李登輝時代提出 亞太營運中心的概念 從那時候我開始從政 我才了解到說 這個整個國家 因為從經濟的角度 你基本的要件就是你的 你的航空業跟港口 不管是海港 不管是 這個 這個 這個空港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要件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要件 所以說 從 當然 在航空城的推動裡面 一開始 從 這個 07年的 這個 97年的時候 馬總統把它 納為 納入 他首要向愛台建設的一個計畫 但是 在推動的過程當中 我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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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懇的 跟 跟院長報告 這個過去 這段時間 一開始 包括我們國民黨政策會 在黨團的會議都講說 這是地方的議題 這是地方的利益 不過 在 到今天 航空城走到這個階段 我只有 在行政團隊裡面只有肯定一個人 肯定我們毛治國部長 從過程裡面他一直往前推 所有的 包括國民黨的政策會 都說這個是一個地方議題 那馬總統幹嘛把這個列為 這個 這個時候向愛台建設計畫呢 幫我陳委員 我們要肯定一下高部長 這個過程 高部長 原先也是反對的 他還是 是 他根本 他到最後才是大體 所以說這個 整個過程的推動上面 整個 橫向的連結 都沒有 那時候也不是院長你當院長 所以說整個橫向連結都沒有 造成國家建設推動的 到今天 我們回頭看一看 到今天我們回頭看一看 檢討一下 航空城是不是有必要的 當然是有必要 我們才把它列入 所以說 所以說 但是整個過程 好 那你院長你講到這個問題 好 從98年 國際機場發展特別條例通過 一直到 過了兩年 過了兩年 到一百年的時候 行政院 才完成了 綱要計畫 然後到一百零一年 國際機場延期的實施計畫 才 可以說 才核定 這中間 從這樣子 就已經過了三年的時間 到今天已經五年了 院長 我要講這個問題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問題在哪裡 就是我們行政效率在太差 國家的發展方向定位不明 所以說我們今天的產業政策 我之前 曾經 國民黨在2008年的時候 我們的明星產業的規劃是什麼 到現在為止 院長我也可以很明確跟你講 還是沒有 我們國家輔導的明星產業是什麼 為了這些明星產業的發展 我們政府做了什麼規劃 所以說回歸到另外一點 講到這個問題 在整個全球化的競爭環境的 這個當中 你現在如果是 想一個最簡單的 現在有一個明星產業到台灣來投資 你台灣在什麼條件之下 可以讓他到台灣來設場投資 你講給我聽 沒有 從土地的變更 包括產業要進來 你問他說我什麼時候可以來進來設場 我們政府從過期 從之前兩任的 國民黨執政的兩任院長 快者 三五年了 一個明星產業要到台灣來投資 要三五年的時間 你想這個條件 什麼產業會進來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今天就是要 對這個集會跟院長建議 我們要扶植我們的經濟 發展 我們要扶植我們的產業 包括說未來 你在整個科學園區的規劃 包括現在整個全球化的競爭環境 你自由貿易港區的規劃設計 自由貿易港區的規劃設計 才是目前在整個全球競爭的環境中 有條件的 但是你有條件 大家都知道這個有條件 那我現在要到這個 這個自由貿易港 自由貿易港區來投資 你土地在哪裡 到現在也沒有 所以說我希望說 我建議院長 在目前這個環境 在目前這個環境 我希望說我建議院長 在航空城的規劃裡面 自由貿易港區 我們一定要先把土地騰出來 我們一定是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要把你養成 讓他具備最好的條件 才來找你戲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希望說院長這個概念 我特別強調 希望說在目前未來的經濟發展的規劃上面 特別重要的一個 一個關鍵 這一點我希望院長今天能夠聽進去 我跟陳委員報告 我們是非常有誠意來處理這個桃園航空城的事情 所以說在那個定案以前 我跟航政司長 或者跟毛部長都個別談過 我剛剛講的 未來自由貿易港區的規劃 就是現在FTE的規劃 怎麼樣落實 包括行政海關的配合這一些 包括 包括 關稅 行政 這個不是一個單位的問題 所以說我希望院長這一點 我剛剛講的 先把自己的女 把它調教好 既備最漂亮的 又有條件又有氣質的 各方面的條件都既備 我們再來找 找女婿 找明星產業進來 你才有條件去談這個嘛 所以說院長這一點 在全球化的競爭環境 這一個態勢已經援然形成 所以說這個部分我特別強調 讓院長了解這樣子的一個 方向 所以副院長主持的專案小組 第一個裡面設的小組 你們分組裡面第一個分組就是土地取得的分組 另外這個問題我也跟院長談到這裡 另外這個 針對 所以當時也是 也是 馬總統在07年選舉的時候 所提出來的 軌道運輸的計畫 軌道運輸的計畫 捷運系統的計畫 當然 現在 我其實從 台北市捷運公司的 背景 過去的背景 在那個環境 其實中央補助了多少錢 然後現在 還有就是 我們最重要的 官員的概念 這個 譬如說 新庄捷運縣 延伸到桃園 這個也是 馬總統當時提出來的 政見 這個 閻戈樹林縣 延伸到 巴德 這也是一個 當時馬總統提出來的 他到桃園去辦記者會 他到桃園去辦記者會 是 邀請 邀請 召集 我們 去配合 陪他去 去開記者會 現在老百姓問 新庄捷運縣 什麼時候延伸到桃園 樹林寧歌縣 什麼時候延伸到 到巴德 不過 從這個過程 我們 這個過程 我特別有一個觀念 要讓院長 能夠 能夠真正的了解到這個 這個觀念 要不然的話 我們永遠沒有辦法成長進步 你今天 你捷運系統不去做 你一樣是要 持續的 不管是 現在 國二 國三 國四 國五 你還要繼續 國下去啦 你還要繼續 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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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你 沒有 方便的大眾捷運 當然就是 開車嘛 開車你要不要照馬路 塞車就是要叫你照馬路 我一直在強調說 像 關島 一塊錢美金 你車子搭到哪裡 整個關島就是一塊錢美金 北京 五毛錢人民幣 當地的 當地的 在地人 五毛錢人民幣 你外環 一環 二環 三環 四環 你要在那邊坐半天 一樣是五毛錢 上海一樣 大眾捷運 不是一個 從盈利的角度來分析 來看這個問題 我曾經 在 總統 召見我們的時候 我也跟總統報告 總統回應一句話 台北市捷運公司說 這一段不會賺錢啊 這一段不會賺錢 就是 新莊捷運縣到回龍 回龍到桃園這一段 如果做好縣這一段不會賺錢 這是一個 這 這個不是賺錢的問題 總統在那個時候 捷運公司給他的回覆 就說這一段 這個元席的這一段不會賺錢 這不是賺錢的問題 院長 我想 我想 這個概念 我剛剛講這個概念是要給院長的 沒有完善的捷運系統 體系 大眾捷運系統的體系 不管你是高鐵 不管你是台鐵 不管你是什麼捷運 機場捷運 你沒有完備的捷運系統 你當然 就篩車嘛 篩車就是要現在 像現在 五陽繼續做嘛 五陽完了 以後再篩車 你還是要繼續做嘛 我瞭解了 陳委員意思是說 沒有很好的捷運系統的話 其他的成本還是要付出啦 所以說 所以說 又講到這個 這個講到捷運 也是國家 國家發展的定位方向 不正確 這個概念都不對了 所以說 借這個機會 跟院長 這個 這個報告一下 另外 另外就是 那個 院長 你在擔任金管會主委的時候 我曾經提出 我今天又連署了 我們 本院有委員在提案 就是修205條 刑法205條 你在擔任金管會主委的時候 那時候啊 當然 我不只我們立法院裡面的委員被收買 包括我今天我說 我還是要問這一個問題 還有 金融界的人 來跟我們主任講 叫你們 委員這個問題不要再提了啦 拜託啦 看到這個報紙 銀行 吹配偶還錢 卡在拆散家庭 這是 10月8號的新聞 院長 從82年 當時 我在第五屆的時候 提出這個法案的修正 你是當時 你是不反對這個案子的修正 我要講坦白話 我今天 嚴格講起來 我對院長你的從過去擔任金管會主委 接觸以後 和所有討論 這一些 行政院的這些政策 或是說各部會的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 我跟很多人講 陳院長 有某些部分他不是專利 但是他可以接受人家的意見 但是今天我們 院長 你的高度 你可以接受人家的意見 那為什麼我們的行政體系運作 會不怎麼正常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希望院長能夠檢討 包括 那個205條的問題 從那個時候 你提案開始 我們都還要努力 把卡債的金額一直往下降 現在只有當年的三分之一了 所以我們是很努力的 讓它一直降下來 但是新的卡債族 又產生了 你講的是舊的卡債族 新的卡債族又一直在攀升 一樣的情形 我講的是舊的最後那個余額 余額是降下來 在這個以前的三分之一的 院長 你要講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當時 我們從各方面都來努力 院長 你當時有沒有 曾經從你口中講出說 行法205條不修的話 我們可以用行政的 行政的這個程序 行政的這個規範 來把這20%來降低 有沒有曾經講過這句話 所用行政的這個規範來規範 你當時在協商的過程 你是有講過這句話 我們是用行政的手段 讓它把整個利率的結構 利率結構更合理化 從民國92年到現在 現在還是不合理 我在這裡練給你聽 台灣銀行 一樣20%上限 趙豐銀行 19.71 中國信託 20% 低銀行 20% 華南商業銀行 這個比較有良心一點 少1.25% 18.75% 合作金庫 18% 但是 從你看看喔 從民國60年代之前 我們的銀行貸款利率 都是超過10%的 現在我們銀行存款 只有剩下一%不到咧 一%不到咧 店長 你也曾經 講過 講說我們可以 可以用行政的規範 來 把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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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雙卡利率 而且這個是 循環利率喔 這跟一般的貸款利率的 計算又不一樣喔 院長你也曾經 在金管會主委的時候 曾經答應過啊 那是不是 這個問題 院長你看 你看你現在 你的高度 能不能去檢討 要求財政部 或是要求金融業 金管會 怎麼要來做一些檢討 非常努力的做這個事情 所以為什麼說現在 那個卡債的餘額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就是這樣 利率一樣的嘛 利率一樣的 你講這個 我現在要聽的是 你要降低利率嘛 適用這個利率 越來越少啊 那個金額也越來越少 什麼 越來越少 好 你這個部分 我再把資料提供 我再把資料整理出來 我再跟你探討這個問題 對 我今天 因為我今天 若以當年來講 現在只有當年三分之一 你不能 院長 這一句話 這一句話 是 不能用這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的 當年 我 我是 我是 去搶劫的 我今天只有去偷的 這個 這個社會觀感 院長 你不能用這個角度 去看這個問題 我們要去檢討這個制度 到底合不合理嘛 老百姓要看的 是要從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看這個問題 到底是合不合理嘛 那 院長 你當時 其實當時協商也差不多OK了 就是 風險成本 加上作業成本 再加上 他要獲利的 再加上中央銀行 財款利率 是不是這樣子 大家都有共識 結果 我看我們這個案子 還推不動 院長 你現在我要求 是從合理的角度去檢討 好不好 院長 其實我們任何條文通過 你不要怕這些金融家 做出來的 好 大家可以怎麼說 好 謝謝 好